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打什麼肉片 你知道嗎 我說真的喔 蚵仔嘴是有夠準耶 前幾天 在那個助理去拍那個 麥當勞德來書 那個開車的肉片 我就乾淨去後 在想說奇怪 因為那個焦糖在那裡 在那裡聽 他聽到好像有怪聲 又要花錢 結果我覺得真的 所以有的時候 開車太過敏感 但是到底好了嗎 但是白同學今天也要分享出來 因為我第一次遇到這種問題 別丟 這車要很晚 然後 前後在開的時候 你會跟車子這樣 咬咬咬咬咬 我都知道機會 好像以為那個壓縮機 又開始出怪聲 但是我聽 你去看著又不明白 然後就只有大概我發現怎樣 你知道嗎 車子 塞進前我 叫我問你稍微吹開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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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來 嗯 後面我發現到 你現在原地停的像在冷車 你後面慢慢移動的時候 這裡就有那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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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什麼怪聲 所以我要叫我們主理給我 我待會兒去檢查底盤 看到這裡是小孩 什麼小孩 廢話不多說 一起上口去囉 走 直接開始 你就等一下 你看到異音在哪邊 幫我聽一下 因為我車上聽不懂 開始了喔 你煮的時候 馬鈴的時候比較有怪聲 嘿 六聲 來 我再塞一次 頭前後面 應該後面 好 你覺得是什麼聲 不知道 好 來我們去底盤頂起來看吧 走 我來到了這一家 我們那個做強化階地的那個店家 我要讓那個老闆幫我看一下 目前 他幫我手工在聽 好像是後面那種 打火的聲 因為我這一台那個裡面 VNW它就是有碟煞跟骨煞 手煞車是用骨煞的 然後 骨煞的部分 我還沒有拆過啦 因為我這一台 我就發現他 他的手動有喔 幾乎是完全沒反應了啦 對啊 可能是那個部門 今天 就讓老闆幫我施工 順便把這個 過程 分享給同學 我也不知道什麼派 就這樣就這樣子 好 開始 這碗我們現在弄起來 你做的這碗目前 那碟碟碟碟碟碟 是這個聲嗎 要再量化碟 他這碟碟碟碟碟 是好像 那個 那 那麥克風很大聲 你如果說塞進去的時候 這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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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有要花大錢的那個預兆 幹爹的來倒三公子啦 因為我是沒有去研究到 因為我買車那麼久 我沒有去維修到這個傳動走的部分 我給他看因為這個監視有嗎 你注意看 你仔細聽來 你要看 你聽 就很形容 裡面好像沒有遊玩 然後你來這邊 那邊有剪橡皮 你怎麼幫我擋一下 來擋一下喔 你看 那個裡面好像 阿索皮這樣那麼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我不知道 希望不是啦 然後那個老闆先把後面那個碟盤要拆下來 我裡面古煞要先看看裡面有鏡熊 然後那個耗材如果有到要順便換 我是希望這邊出問題不要那邊啦 來 拆下來之後我們給他看 這裡好像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奇怪啦 奇怪啦 這好像看不出來也沒辦法 真抱歉 那我還放在哈佛那裡 你這後面不是鮪鮪鮪的嗎 那我還放在哈佛那裡 那我還放在哈佛那裡 他不是像鮪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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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要拆另外一邊的要試看看啦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叉書器這邊的問題 又一個壞消息出來啦 這邊也是依然健康 來啦也是要苦衷作樂 這個我還看過這台車要塞四五檔 我還沒換 所以這個哈佛前車主應該有換過 然後那個來臨片的部分 鎖煞車它也是非常厚 然後他沒來沒來的喔 那老闆沒來 要把他吊吊就好了 來啦 分享跟董小穴啦 那董這小穴是怎麼要做的 鎖煞車會安逗啊 我跟老闆說 這董小穴老闆都要當機了 然後現在要來拆這個 叉書器 老闆他先上那個 先跳館裡面的樓梯 要看裡面到底裡面的油有沒有 因為白龍學這台車來 這個我從來沒有換過 之前有同學在說 要換這個換這個 扣一扣就對了 嚇到 好啦 試看看囉 清潔之後要開始拆了 白龍學來分享一下 這個油瓶 我剛剛有問那個老闆 他是說 要用那個叉書器的專用油 至於你要用什麼平擺 那你家的事 這正常油瓶是要高於這個 對 那邊是沒有半條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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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車來看完 那很奇怪 有 有 有油的喔 茶公可能很久的啦 變熟的啦 不然 那直接換條才有炒 你感覺嗎 對啊 應該可以換條 不過你看換條好了 這個老闆人很好 我跟他講說 要不然一次說 就換條好了 但是 他是跟我說 這扣下去啊 小小的扣下去 插也濕了 這樣的話 他油面是OK的 那因為 有可能如果說是 裡面叉書器壞掉 他是覺得說 換油下去 我會夾腳的啦 我很感謝這個老闆人 沒好笑耶 真的 好啦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先鎖回去 就只要把那個 異音的部分抓出來 現在要啪啪咕下去 聽那個異音 唉唷有釣啊 多少釣捏 多少釣捏 你當上一釣釣 好釣釣 再釣釣 你當上一釣釣 好 肉好 拉 傳動釣 傳動釣 傳動釣的聲音 咪不是後面 就 就 就 你像這樣這隻 我們一隻手 還是 對啊 你這個釣釣 這裡是裡面 這裡 那釣釣 裡面 裡面是太釣的嗎 對 裡面沒有什麼釣釣 有什麼釣釣 奇怪 它這個尖性就非常大啦 從異音是從這邊出來的 啊 這裡 這裡在釣釣 裡面那裡 有可能這個 骨頭還會打的 裡面啊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什麼結構啊 啊應該頭前 應該不是頭前誰出來的 來 來 後來問題找到了 筍 這個頭前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這個頭前 拍的啦 啊以後來 來說有可能這個傳動釣 就是要找那個台肉整隻 酸過去換 然後 連這個六角橡皮一起換新 來同學這個艱難的過程 分享給同學 大概就這樣子 非常感謝那個 Costco 對面那個 紅尾底盤的老闆 幫我那個 初步的檢查 然後現在看到的時候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插速器頭前那個 我好像說 萬象街頭 因為我媽的海盔 我也不知道那個 正確名稱叫什麼 然後因為那個 家裡那邊齁 的那個台肉頂 我再叫那個 BMW的料齁 再叫的話呢 準確度不是說很高 而且沒有說 他會感到說 他的產品資源 人家差不多就這樣交 然後我後來就是 去到另外一個 秘密基地 所以我們就是 先那個什麼 走一段高速公路 然後到那邊 車子就要丟給他啦 講到說這個 車子齁 留在店家過夜 這是愛車的人齁 最不想遇到的 因為沒鎖人家 鎖人家鎖 然後說 打了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要打不打 但是沒辦法 因為原本是想說 如果有更換那個過程 順便分享 但是因為 還要再叫料 然後我要到 另外一間 我經常去那間 包廠協調 一般傳動走 我是決定 我們是要用翻修的啦 希望不要太太多 白龍選 好不容易就有一個 便當好吃而已 第二 我很奇怪 白龍選我最有吹的 在外交 你不要車 你我塞了很多車 我真的不知道 剛才那種 那種東西 心目 我傳動走出外線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在去麥當勞的時候 在那邊聽 我一邊哭 還有一種感覺 我不好預造 結果我剛才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那個你如果說 車子的輪走哈佛 壞掉 他要說 他的聲音 他不會斷斷斷斷斷 他走就 風風風 他不會 感覺上 感覺上 聽到 車一定出了 新的外交 車子的外交 都堂掉 還要堂掉 這個肉片還好 這樣想而已 微笑 呵呵 能花錢 處理好的事 都不是什麼困難 記得 家庭要幸福的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好 到來 去買一下飲料 老婆要在那邊過夜 買一下那個飲料去按拿一下 不要叫 那個衛星打完那邊打叫 所以有些同學問說 班同學 老美好錢嗎 怎樣怎樣 我跟你講 財力跟DIY能力 兩者具備一項 或是兩種 全部都要具備最好 我們來到了目的地 班同學在打中肉片 怎麼會有專業 連工去實力車就打才會有精采 嚇到 來來 進來啦 差五 我連工還要一台好了 好 到了 班同學 買涼了 來 請我掃揚 這個給我沒顧好 這隻 來 班同學那一台確定是那個 傳動走後面跟叉速器相接那個萬象接頭壞掉了 阿不然決定用翻修的啦 阿不然我看那個中骨的品項齁 都油彤彤也不知道它的年份或怎樣 用翻修的感覺上至少有一定的水準啦 阿當然翻修有一個風險的差 阿它那個舊來 你如果說馬朗師傅喔 你打到線打不準喔 比較有可能車子會抖動 但是是希望是不會啦 就大概這些分享給同學 然後這一次換的話就是 六角橡皮會順便換 跟那個叉速器的油 還有那個傳動走裡面 跳中一個釣魚 他們會跳一次鋼 然後因為那個料也是外包 讓其他廠商做那個過程 跟白龍學的就無法分享給同學 大概就是那些東西啦 就簡單說修理一次之後那台車 就能再換一個車主啦 好啦就這樣子 節目最後記得怎樣 訂閱白龍學 訂閱教室 掰掰 喔白龍學都突然怪交啊 這就是白龍學的核心價值